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有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各位聽眾大家好 這裡是星都中文電台對話韓人節目 我是韓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國時訪問俄羅斯 一落飛機就和普京總統會面談了一段 第二天又舉行正式會談 話題一定很多 但是焦點就只有一個 俄、中、美、三國關係 什麼雙邊經貿合作 國際事務協調 通通都離不開這個核心 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烏克蘭問題 我們不妨照抄新聞報道 看看兩位領導人說了什麼 習近平說 在烏克蘭問題上 和平理性的聲音不斷積聚 大多數國家都支持緩和緊張局勢 主張勸和速談 反對火上加油 歷史上看 衝突最後都需要通過對話和談判來解決 不久以前 中方專門發表了立場文件 呼籲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 反對冷戰思維 反對單邊制裁 我們認為 越是困難重重 就越要為和平流出空間 越是矛盾尖銳 就越不能放棄對話努力 中方願意繼續為推動政治解決烏克蘭問題 發揮建設性作用 而普京就說 俄方讚賞中方在重大國際問題上 一貫秉持公正客觀平衡立場 主持公平正義 俄方認真研究了中方 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問題的立場文件 對和談持開放態度 歡迎中方為此發揮建設性作用 習近平的意思是 你們兩國打了這麼久 都應該停手了 反正遲早都要坐下來談 那就遲早不遲 不如就現在 我願意做這個和事佬 你覺得怎樣 普京的意思是 你老人家一向都拿正來做的 你做中間人 我一點問題都沒有 什麼時候談都可以 你怎樣說怎樣好 俄羅斯這邊又搞定了 那烏克蘭又怎樣呢 早在中國發表那份 解決烏克蘭問題立場文件的時候 扎蓮斯基就說過 中國的主張有可取之處 並且表示期待和中國領導人討論 上個星期 中國外長秦剛和烏克蘭外長 呼列巴通過電話 秦部長當然也是睡烏克蘭 回去談判台 呼列巴外長的反應 跟他們的總統差不多 表示 中方這份文件體現了推動停火指戰的誠意 希望和中方保持溝通 更早的時候 扎蓮斯基就點過中國的名字 要中國出來主持談判 到現在都沒有聽說過他 說要撤銷這個邀請 也就是說烏克蘭方面 都重認中國 可以做他和俄羅斯之間的和事佬 總之 對中國的勸和速談 幾乎方面的反應 都是算積極的 至低限度沒有一口回絕 那麼中國是否現在就可以擺和頭走 硬硬腳做其和事佬呢 慢著 你都沒問過美國 華盛頓的態度非常鮮明 沒得談 先是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協調員柯比華 關於俄烏停火的呼籲是不可接受的 接著國務卿布林肯也都怪中方不單止沒有譴責俄羅斯 反而為他提供外交掩護 也就是說白宮幾帶都不會被俄烏戰場停火 而且誰說一下停火都是在偏幫俄羅斯 既然美方那麼死牛一片頸 那麼中國這個和事佬 不是做不醒嗎 那又未必 中國也都知道擺和頭走 請你們兩家坐過來談 現在真的做不到 但是找個特事 俄烏兩頭走 講清道理 分析利害 還是可以做得到的 說不定有些作用呢 我們可以猜一下 為什麼中方在這個時候會自告奮勇 做這個和事佬 為什麼這麼高調 要達到什麼目的 找誰來執行這個任務 簡單來說就是時機 形式 目標 和人選 首先是時機 斯文的說是此一時也 彼一時也 通俗的說是今時不同往日 俄烏剛剛開打的時候 雙方是有過談判的 那時候一些國家 比如土耳其和印度都表示過想做大攜線 中國也都被人認為是可以做老仲年 但是中國說不出 沒有拒絕 也沒有答應 有些你不要搞我 這樣的意思 為什麼現在又這麼熱衷呢 就是看到 那時候剛剛才開打 雙方都以為自己勝算在握 誰都不認輸 你施重重去擺和頭走 不就等於給他們一個機會反台 現在就不同了 打了一年多 兩邊都有點累了 並且局勢較為明朗 再打下去結局都是差不多 不會有多大差別 如果這個時候有人站出來喊聲 你們別打了 他們就有可能落得順水吹舟 停手呼呼一口氣 就算他們停下幾分鐘 都算是停手 都算是給和事佬面子的 這樣就可以了 面子給了一次 就有第二次 第三次 乃至很多次 停下打下打下停下 最後你們都有根皮力盡的時候 只要和事佬不怕煩不怕等 終於等到你們連反台的力都沒有了 他那頓和頭走 不就擺成了 其次是形式 斯文的說是兵無常勢 守正出奇 通俗的說是大有大做 細有細做 中國剛剛才為沙特和伊朗 擺一次和頭走 因為保密功夫做得好 大惡成功 那為什麼這次這麼高調 又發表立場文件 又簽聯合聲明 連外長通話和元首會談的內容 都詳細報道呢 一點都不難理解 上次是只要美國不知道 成功的希望就很大 中方志在必得 所以要做成先講 這次是美國一定會知道 所以前途不明 於是做得多少算多少 就不妨攤開來做 讓全世界看看美國會出哪路 再其次是目標 斯文的說是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通俗的說是不要嚴世做到最實際 挖旋、俄羅斯和烏克蘭 都不知道比挖旋、沙特和伊朗要難多少倍 所以目標絕對不能夠定得太高 美國說要他們解決全部爭端 能夠叫他們暫時停火 一段短時間難度都大到不肯 如果中方能夠說服他們恢復談判 就算是邊打邊談 前線打後方談都已經很厲害了 最終的目標當然是實現永久和平 不過這件事是很遙遠很遙遠的事 眼前來說雙方定規則 比如不打平民、不打民用設施、不打核電站 暫時如此類大約還是應該做得到的 而且是應該做的 總之設定目標務實為先 即小成多中成正果 最後是人選 斯文的說是不得其人不見其功 通俗的說是既知燈是火還使四圍網 要國家主席為了滑鼠俄烏 而莫斯科幾乎兩頭飛 一點都不現實 找外長秦剛擔當此任 財幹他有 但是層級還稍微低了一點 我相信大家都想到 中國有個王主任 剛剛才建立其功的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 簡直就是不二人選 我上面說的那幾個 斯文的說、通俗的說 都是中國智慧 這些中國智慧 你說如果真是令到俄烏衝突有所緩和 那就真是差了